各位同学大家好 从这一节开始我们学习一下CCD的多边形建模 那么前面我们学习了基本几合体建模 跟我们的曲面建模 那么多边形建模在CCD里面 它是在我们前面学的两种建模的基础上 进行转化成多边形物体的 进行再次建模 比如说有些模型我们结构特别复杂 我们用基本几合体或者曲面建模无法实现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多边形建模的方式进行实现 那多边形建模它是在点边面的级别下 进行用多边形命令进行编辑 包括我们的移动旋转缩放 操作产生我们的模型 那多边形建模的特点就是非常的灵活 它是通过点边面进行操作 我们可以随意的改变点边面 可以删除可以添加可以各种操作 那么它表现出来非常灵活 那么有了灵活的特点 它就可以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模型 只要是我们世界上能看到的这种物体 这种造型 我们都可以使用多边形来制作 那多边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计算速度快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游戏模型 都是使用多边形来制作 那么我们可以控制它的点边面的数量 来加快它的运动速度 我们看到下面这张图上面就是我们的游戏模型 这里面就是使用多边形建模来实现的 它用最少的点边面进行实现我们最复杂的造型 那么看到这种工业模型 这种类似工业模型的造型也是使用多边形建模 它可以制作出来我们曲面建模无法实现的一些结构 我们看到这些游戏道具也是使用多边形建模 这些游戏道具的造型都形状各异非常复杂 我们都可以使用多边形来胜任 那么这就是我们多边形建模的一些特点 灵活 然后各种造型都能实现 并且运算速度快 那么结合它这些优点 所以说多边形建模是一种非常常用的建模方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多边形的一些编辑元素 那多边形建模我们知道是在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们的点边面 这上面进行操作 那么这些都是它的元素 那么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多边形 那么一个多边形物体它本身也是一个元素 那我们看一下多边形的一个定义 多边形就是由多条边围成的一个闭合的路径形成的一个面 我们叫做多边形 比如说我现在随手画一个 我画一个这样的巨型 那么它就是一个多边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符合这样的条件 首先它有多条边 我们看到一条两条三条四条 围成的一个闭合的面 它是不是一个面 它就是一个面 那么它就是一个多边形 这就是它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的一个多边形物体呢 它不是一个面构成的 它有很多的面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里面加更多的面 比如我再画一个面 它们两个之间呢 这个地方再画一个面 那么很多多边形呢 就创造出来我们的多边形的物体 那么整个这一块 我们看到 整个这一块 不管它有多少个面 我们就叫做一个多边形物体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顶点 我们知道两个点之间的产生一条线 那么顶点呢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样一个面 那么它四个角 那么它肯定有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顶点 这是在我们的顶点上 我们可以从它的图标上可以看出来 就是在我们的多边形相接的地方 它就会产生点 就是我们的边与边之间相交的地方 就是点 就是我们的点元素 那么接下来就是边元素 那么两点之间呢 产生的这个这种线 这种直线我们叫做边 它必须得是直线段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必须得是直线段 那如果是这样一个 那它就不是一个边 它有很多边 我们看到 这个一个圆的东西 它上面得分出来多少条直线呢 无数条直线 那它就不能说是多边形的一条边 多边形的边必须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直线段 必须是这样直的 不管是斜的也好 怎么都好 它必须是直的 好 那么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我们的面 那多边形我说了 多边形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元素 可以有很多的面 比如说这样一个多边形 这里面我给它划分出来一些面 必须得直线 比如这样一个多边形 那么它这里面每一个地方呢 这些都是面 我们都叫做多边形的面 我们经常说多边形有多少个面呢 多少个面组成 就是这些面 不能分割的这些面 好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多边形的元素 那多边形呢 它本身就是它自己的一个元素 我们叫多边形物体 那么多边形物体里面有点 有边 有边 有面 这四种元素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多边形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我们多边形呢 它是在CCD里面 多边形呢 它是在我们的基本几合体 跟我们的曲面建模的基础上呢 进行一个建模方式 那么它的特点呢 就是灵活 并且呢 世界上各种造型呢 都可以制作 并且计算的速度快 我们还学习了我们的多边形的元素 我们知道 在编辑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点边面 进行一个编辑 好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